近日,关志玲的亲弟弟关世华罕见在社交平台发了两张和姐姐参加聚会的合照,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从照片可以看到,59岁的关志玲依然留着一头短发,穿着黑色外套和牛仔裤,显得身材高挑苗挑,红色的口红称得她的皮肤白里头红,整个人状态看起来非常好。 关志玲的弟弟身材看起来则有点发福,脸心也是偏方一点,但是她的眉眼和姐姐关志玲十分相似,都是眼睛深邃而且又大又亮。 其实关志玲的弟弟比关志玲要小11岁,48岁的她看起来状态并不差,只不过和保养得当的姐姐相比,两人则看不出明显的年龄差距。 据悉关志玲的爸爸关珊年轻时也是著名演员,其实说关志玲像关志玲不如说她长得很像他们的爸爸关珊,两父子的脸型都是方脸,关志玲则有一个精巧的尖下巴。 关志玲算是关志玲的亲弟弟,但她私下十分低调,很少在媒体面前提到姐姐关志玲。 关志玲早年曾经做过保险行业,但做得似乎并不理想,还一度破产了。 好在有姐姐关志玲的帮助,关志玲后来又从事风水师行业,不过她实在太低调了,如今48岁的她的婚姻情况依然是个谜。 众所周知,今年59岁的关志玲虽然先后两次嫁入豪门,但两次都是离婚收场,晚年的她在感情生活上一片空白,一生也没有生育子女。 但她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财产可不少。 据媒体统计,喜欢投资房产的关志玲名下有不少物业,保守估计她的身家超过20亿。 弟弟关世华将来有很大机会可以继承姐姐关志玲的5亿身家。 有这么一位富婆明星姐姐,关世华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关志玲是港圈有名的大美人,年轻时更不缺异性追求,许多人第一次看到关志玲应该是那个名场面。 张雪的演唱会上,她牵着关志玲入场,在她入场的那一瞬间,爆发了无数的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都被眼前的这个美人给惊艳了。 当天可以看到,关志玲穿着一身比较性感大方的粉色的长裙,显得她的身材娇小玲珑,主要是这颜值太惊艳了。 而一旁的张雪友牵着这样的一个美女,她甚至都不敢直视关志玲的眼睛,大概生怕看她一眼就会深深地爱上她。 关志玲拍过很多的香港电影,也跟刘德华合作过很多次。 在一次的节目上,主持人问到华仔,她觉得娱乐圈哪个女人最漂亮呢? 刘德华则是有些羞涩地回答道,关志玲。 关志玲的美貌从小就传遍大街小巷,早在婴儿的时候就成为了孕妈妈心中的标准。 并且直接拿关志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床头,保佑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也这么漂亮。 其中就包括影帝梁家辉的夫人。 从十几岁开始,关志玲身边的人都所容她去选美,可关志玲却不放在心上,毕竟各种心探早就已经将一人合约放在了她眼前。 蔡康勇问她,会不会担心没人追的时候,她却淡定地说,不可能,追我的人排着队。 当年的关志玲皮肤白到发光,身材活辣,就连发丝都是美的,也难怪能俘获天王的心。 而哥哥张国荣第一次见到关志玲的时候,不仅被惊艳了,而且还深感自卑。 要知道那年的张国荣颜值也是巅峰,见过她的女孩子都会上前打招呼,可只有关志玲对她视若无睹。 混迹情场多年的成龙,觉得关志玲漂亮得有点假,甚至想摸一摸她的下巴,能够活成别人的整容模板,关志玲算是第一个吧。 而她的美更是男女通吃,曾经的香港小姐冠军袁勇仪提及关志玲时,更是坦言,自己没法比,甚至为了不让外界拿来对比,直接剪了短发,改变风格。 梅艳芳更是喊话说,如果自己是个男的,一定会追求她,就连艳压舞台山的蓝吉英也甘拜下风。 而她年轻时候的样子,何尝不是他人眼中的绝品呢? 不过关志玲或许也没想到,自己成也美貌,败也美貌。 本来有前途的她,却因为一张过于美貌的脸,导致名声近毁。 19岁,她就被星探发掘进入了娱乐圈,或许在那时候,进娱乐圈也不是她想要的结果,但或许就是如此出众的相貌,让她不得不踏入娱乐圈这趟浑水中。 进入娱乐圈之后,她就聘约不断,深受很多导演的喜爱。 就是这样的一个美人,就算没有演技没有实力,光是做一个花瓶也足够令人赏心悦目的了。 更何况那时候的关志玲还是很有实力的,接连拍摄了好几部黄飞鸿系列的电影。 她饰演的十三姨堪称经典,也成为了观众心目中最美的十三姨。 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电视机前的她,惊讶地想知道她的名字,想知道她是谁。 后来网上传出,关志玲插足冯欣伟与陈美琪的婚姻,当时陈美琪已经怀有身孕,可是丈夫却出轨了。 据说还收到了很多小三打来的扫扰的电话,后来陈美琪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活生生地被关志玲气到流产。 这个消息一爆出,不少网友对关志玲展开了口诛笔伐的模式, 因为她无论多美,插足别人的婚姻,这就是可耻的事情。 更何况还将原配气到流产,对此关志玲却表示,是讽清伟主动追求我的,话语中都是推脱的语气。 后来关志玲还与多个富商展开了纠缠,其中最有名的是与刘兰雄。 刘兰雄十分风流,很多的香港女星那时候都做过她的女友,说的不好听一点,大家都懂了。 而关志玲也与刘兰雄展开了一段恋情, 这篇刘兰雄还跟李嘉欣打得正火热,后来却爆出了关志玲为刘兰雄深夜进医院的事情。 而这幕后的真相更是让人三观尽悔,这就是戈尔夫球事件。 关志玲为刘兰雄受了伤,关于这件事我们就不多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查。 大家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美貌的十三姨居然会做出如此令人惊讶的事情,实在是不敢细想。 据悉后来当记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关志玲立马变黑脸,最后她还是与刘兰雄分手了。 纵观她的感情史,不少都是和富商之间纠缠,但是都没有走到最后。 她曾经在节目中公开表示,自己什么男人都试过,做情妇气到原配流产,做过向华强女友戈尔夫球事件,自称什么男人都试过。 年轻时候的关志玲因为太过于泼辣,做出的这些荒唐式令人三观尽悔。 她现在还是未婚的状态,也是让人感到可惜,浪费了这么好的基因了。 不过在物质生活上,关志玲比很多人都好很多,如今她主要住在香港一套300平方价值1.5亿的豪宅里。 这套豪宅不仅面积大,装修豪华,还能俯瞰韦多利亚港,室内的装潢也不简单,光是沙发就价值300多万,床是去芬兰买来的,客厅一个随随便便的小百件,更是几万到十几万之间。 最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她的储物间,里面放置了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并且每一双都是大牌高端定制,一双就要10万元。 而在另一个房间中放置的都是价值不菲的名牌包,从LV到爱马仕,应有尽有,少说也要几百个,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要知道整个房间都是这样的展示柜,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关志玲还非常喜欢收藏名酒,拉开冰柜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二十几瓶红酒,据悉都是百年的品质,不得不说每一口都是钱的味道。 关志玲不仅自己拍戏赚钱,还创办了时尚品牌Moezal,并且每一件衣服都接近万元。 刚开业的时候,有很多名媛都冲着关志玲的名声购买,此外她还很会投资,并且有着香港房后的称号。 其中有一栋豪宅是她在2018年就买下了,虽然只有84平,但却花了5.4亿台币,并且将山景海景尽收盐底,而装修也用了一年的时间,并且还得到了风水先生的指点。 如今的市面价值已经超过6亿,关志玲似乎把买房刻进了DNA里,遇到任何好的房源她都不会错过,每次工作或者旅游都是了解当地的房源信息。 1991年,29岁的关志玲就以760万港元购入了扎电山、加云台物业,12年后以1400万元的价格卖出。 1993年,她同样花费1300万元购入了一出物业,并且在2007年以2900万元的价格卖出。 光是这几套房子中间赚的差价,就是许多人一辈子赚不到的,后来她又从买房转移到买商铺。 1999年,她在香港铜锣湾附近看中了几间商铺,花了近5000万港币买下。 10年后,商铺价格突飞猛涨,最后她以1.8亿的高价卖出,直接净赚1.3亿元。 而这10年间,关志玲也没浪费资源,但是收取商户的租金就有一大笔可观的收入。 如今,关志玲依然热衷于买房,手里好几套豪宅商铺都是位于各大城市的商业圈中心,每套价值5000万元以上,完全不愁找不到买家。 关志玲的身价如今已经20亿了,虽然是独注,但关志玲养了两只宠物狗作伴,她还亲切地把两只宠物狗称为家人。 有媒体也曾经拍到关志玲和弟弟关世华一起出门吃炸鸡的照片,所以说关志玲私下还是不缺亲人的陪伴的。 另外,关志玲在圈内人员不错,经常会晒合吕良伟、真子丹、刘嘉玲等圈中好友的聚会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她的生活并不寂寞,有弟弟和一帮朋友的陪伴。 有人可能会觉得关志玲晚年无儿无女难免有点孤独和遗憾,但其实每一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关志玲之前就说过,自己从来都没有母爱这种概念,她觉得不一定要生小孩,她自己有很多想尝试的东西,包括画画做生意,但不包括生孩子。 只要是她自己生活的开心自在,才是最好的生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